好 另外来看到在台中 有一名王姓男子 他下雨天喝酒之后开车回家 在路口看到了红灯要踩刹车 竟然造成了汽车打滑 整辆车撞进了连锁卖场 相信状况连线记者李戴娟 高雄这一家连锁超市才刚打烊 不久黑色小旅车就从大门整个冲进来 好几片的玻璃门全被撞坏 玻璃碎碎掉了满地 连这个旁边的铁门也被撞到变形了 那么几秒钟之后 有附近的住户因为这个声音实在是太大声 赶紧的出来查看 住户人员也随后赶到了现场 把这个受困在里头的男子救出来 男子被救出来的时候还满脸响碎的样子 一直不愿意就医 最后是被抬上了担架送到了医院 那么原来他是在凌晨的时候 跟朋友喝酒先送朋友回家 在自己返回家里的途中 来到了这一个路口 那么因为酒驾加上当天下雨视线不佳 他看到红灯想要急踩刹车 却因此造成了汽车打滑 就这样冲进了卖场 除了店家的大门跟有一些车辆的踩损之外 这一个男子他的头部也有撕裂伤 送医缝合了17针 还好没有大碍 不过酒车值高达了0.5 全案还是依照了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